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一号真相台啊 出大事了呀 中美摊牌了啊 这个刚刚呢 在不久之前啊 中美两国的最高外交事务官员在阿拉斯加啊 举行了拜登总统上任以来的首次的面对面的会谈啊 实质性的会谈啊 还没有开始呢 今天呢 只是一个礼节性的啊 记者到场拍拍照的 这么一个礼节性的预热啊 结果呢 双方呢 就在这个见面会上唇枪舌剑直接就摊牌了啊 那么这个汉剑的呢 公开在记者面前呢 向外界展示了这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紧张的关系啊 这个事呢 我个人呢 我也说过啊 我对中美两国的关系不乐观啊 如果照着美方的这种愚蠢的这种政客的思路下去的话 中美可能会有一战 那就是世界的灾难 人类的灾难啊 那么美国的自从川普以来啊 就顺着这种反制的这种道路啊 就直接滑向了危险的开战的这种深渊啊 这次跟过去的冷战不一样啊 中国可不是当年的独联体啊 可不是苏联 对吧 这个 这个当年的苏联的这个叫什么GDP GDP才是巅峰的时候 才是美国当时的40% 而现在的中国呢 已经是70% 80%了 将在十年内全面超过美国 这可不是当年的那个老皮肌弱的苏联呢 这是一个刚刚醒来的东方碎尸啊 甚至是海军舰船的数量 现在就超过了美国 而且它是常备的热核武器的国家啊 清淡只有中国常备的 因为有这个叫鱼敏式清淡的这种结构 维护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他不用现做 所以对这样一个国家 美国说实在的啊 客观的讲 走在了一条错误的外交路线上 在今天的早些时候啊 美国新任的国务卿布林肯 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啊 与中国的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杨洁实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啊 在阿拉斯加的首府安克雷奇最大的城市 开始了为期两天的会谈啊 那么双方呢 在实质性会谈开始以前呢 接受媒体的拍照的时候 就立刻唇枪舌剑的展开了交锋 刚刚啊 从这个访问日本与韩国归来啊 这个新任的国务卿布林肯 被这个中国的外交部的领导人啊 嘲讽为啊 嘲讽为说这个吹口哨 吹口哨 这个走夜路给自己撞胆啊 就说在中美两国会谈之前 这个布林肯先跑了一圈啊 去找同盟去了 跑到日本 跑到朝鲜 现在呢 唯一表态的紧跟美国的就是日本了 日本当然是小跟班嘛啊 这个跑到了南韩 南韩的表态就非常耐人寻味了啊 南韩说啊 美国是我们的盟友 可是呢 中国是我们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啊 所以呢 我们力求在这两者之间啊 取得一个啊 对我们最为有利的这么一个态度 是吧 南韩不跟着这个美国的这种脚步和节奏来走啊 所以也是等于说是布林肯呢 也没有取得什么完美的成果就回来了啊 但是呢 这个布林肯在这个开场白中就直接说啊 美方在这次会议中要提及的问题 不仅是事关美中两国 而且事关本地区和其他国家以及全世界 他说呢 不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会导致一个更加暴力的事件 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指责中国啊 他说这个体系不是抽象的 他帮助国家之间和平的解决分歧 有效的协调多边努力 并参与全球的商务 同时确保了各方都遵守同样的规则啊 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替代选择 是一个强权即真理 赢者通吃的世界 一个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更加暴力和不稳定的世界啊 那么我们还将讨论我们对中国的行为 包括在新疆香港和台湾的行为 对美国的网络攻击 对我们的盟友的经济胁迫的深刻的关注 这些行动无不威胁着维持全球稳定的基于规则的秩序 因此他不仅仅是内政 我们也因此觉得有义务在今天啊 在这里提出这些议题 中国已经表态了啊 在来美国之前就已经表态了 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容干预啊 包括这个西藏新疆香港台湾的问题 包括南海的问题 领土的问题不容不容讨论啊 这是底线早已经告诉布林肯了 但是布林肯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一开始的时候对火力全开 就对中国提出了全面的指责啊 再加上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接着说 说我们啊在会谈中清楚的表明啊 我们的美方压倒性的优先事项是确保 我们处理世界事务的方法 和我们处理中国事务的方法 有益于美国人民 并保护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利益 我们不寻求冲突 但我们欢迎激烈的竞争 我们将永远捍卫我们的原则 捍卫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朋友啊 这话呢 按照外交的惯例呢 他一说完呢 就等着这个翻译啊 翻译过去 双方翻译过去啊 可是呢 这个外交的这种可以说是老人啊 这个叫杨洋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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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中国谈这个外交的时候 你布林肯还穿尿布呢 人家杨洁石老爷子就在旁边听着呢 对不对 所以说对这样一个外交老炮 可以说是外交老炮 是吧 还没等翻译翻译完呢 然后呢 杨洁石就发言了 杨洁石本来呢 这个规定的中美双方呢 一个人呢 是要发言两分钟 一边呢是要发言两分钟 但是外交老炮杨洁石直接就标了 直接就急了 说这个在地区问题上 问题是美国凭借自己的武力和金融霸权 对其他的国家进行长臂管辖 这个进行打击 滥用所谓的国家安全的概念 来妨碍正常的贸易往来 并且呢煽动一些国家对中国进行攻击 而中国呢根据科学技术的标准来处理进冲火的问题 而且呢 这个他批评了美国对外推广人权和民主的这种问题 他说美国存在的人权问题是根深蒂固的 不是过去四年就存在的 对黑人的屠杀早就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我们两国最好管好自己的事 不要转移矛头 把国内的问题没解决好 转移到国际上去 美国现在需要做的是改变自己的形象 而不是推广自己所谓的民主 而美国自己国内到现在 很多人对美国的民主并没有信心 对美国的政府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包括这次的黑命贵事件 对吧 包括你1月6号的这个国会山的暴乱 差一点就成了川普王朝 对吧 你有什么资格 对不对 来指责中国 就这意思吧 两分钟的时间 杨洁实外交老炮 怼了美国15分钟 把这个布林肯给怼懵了 这个讲话呢 显然让布林肯的不知所措 他把这些拍摄的记者说 你们别走 你们别走 记者想走 你知道吧 你们别走 你们别走 我要找回厂子来 美国要找回厂子来 把这些记者留在那 然后呢 这个要找回厂子 然后呢 这个杨洁 王毅 王毅接过杨洁实的话头 说呢 中方过去今后将来都绝不会接受 美国方面的无端的指责 啊 同时我们要求美方放弃动辄干涉中国内政的这种霸权行径啊 这个老毛病应该要改一改了啊 是不是 那么 而且啊 杨洁实最后又补充到一段很重要的啊 一段话 这等于说是向美国摊牌了啊 这个杨洁实最后说 这里我所要说的是啊 美国是没有这个资格和实力对中国指手画脚的 甚至是在二十三十年以前 美方 你们甚至都不具备这种对中国指手画脚说话的实力和资格 这不是与中国人民打交道的方式 这话就非常非常严重了 这简直是啪啪的打美国的这个国务卿的脸 什么意思啊 杨洁实的意思是 在远在一九五零年代啊 中朝这个就是这个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 你美国就没有打过我中国 对吧 那个时候你集合了世界上的联合国军所谓的 跟中国只打了一个惨烈的平手 那个时候你就不具备居高临下 对中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实力 现在你更不具备 哎呀 这个外交老炮这个太刚了啊 这个太刚了 这个 这等于说是中美双方摊牌了 啊 这早晚的事早晚的事啊 那么这个布林肯呢 显然是被外交老炮杨洁实的这一番话 直接给怼懵了啊 这个不知所措啊 不知所措 然后呢 后来呢 就在记者面前呢 还忘回找吧 啊 还忘回找吧 是吧 他说呢 布林肯的意思啊 说呢 我呢 跟这个世界各国啊 啊 一百多个外长通过电话啊 也完成了第一次出访啊 这个 我听到的是 他们都非常支持美国 对美国回到国际的秩序中来啊 这个充满着欢迎 是吧 啊 然后呢 说这个 啊 意思就是拉大骑做虎皮吧 啊 这个杨洁实王毅 连尿都没尿他啊 直接就这个结束了 第一次的礼节性的会谈啊 下一次的会谈呢 将会好像是在周五啊 双方再去会面啊 这个几乎等于说是已经硬杠摊牌了 再往下谈 能谈出什么来呢 只是告诉布什政府啊 中国已经受够了啊 这个我们忍了好久了 中国确实忍了好久了啊 因为我也给大伙分析过 在这个后川普时代 中国要忍着不能给川普与口实啊 比如说川普会动用他的临时 这个紧急法案的总统的权力 赖在台上不走啊 所以中国在这个川普的最后的时间里边 一直很隐忍 这次拜登上来以后 还想对中国指手画脚的中国决定 不忍了啊 凭什么忍你啊 啊 对不对啊 这个那按照民间的话说 那话怎么说的 有法使去啊 没法死去 好 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